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新竹一间托婴中心25岁许姓女保姆遭家长指控,上班仅一天就因为不满他们两岁女儿不合群,双手抓住她大力摇晃,还推去撞墙,宛如当成人肉沙包。 女童母亲发现女儿双臂上侧于左后侧叶窝于伤,怀疑遭虐,对许女与托婴中心负责人提高伤害,托婴中心负责人承认用人不当,监督不周,已将许女开除,盼获家长原谅。 许女是合格保育人员,她公称,想要让女童站住,只是动作较大而已,不知会造成女童受伤。 女童妈妈说,监视器画面显示,上月十六日女儿在托婴中心做完早操,原本应该和其他孩童一起去餐厅吃早餐,女儿却不愿,独坐教室角落,两名保姆想带女儿去吃早餐,其中的虚女竟做出夸张举止,不但责骂,接住动手抓住女儿多次大力摇晃,还将她推撞墙壁。 调队其他十段画面也发现,女儿在各种活动中被许女孤立,甚至命令女儿坐小椅子上不准离开。 长达一小时,许女向警方公称,当时因为女童身体往下滑,才比较用力保住对方,目的是想撑住她,怕女童往下跌倒撞到头。 托婴中心负责人说,监获投诉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,许女上月15日才来中心工作,所有新保姆都有值钱教育,她对保姆的要求就是要有爱心,爱孩童。 对此,她承认用人不当,监督不周。 对此,她承认用人不周。